韩国男团Bagbang前成员胜利因投资的夜店卷入性招待及毒品风波 而韩梅近日开始挖出夜店背后台湾金主林泰的资料及照片 由于胜利不承认所有的指控 所以韩国媒体积极寻找胜利背后的事例 希望能够揭穿她的谎言 其中,来自台湾的林泰太一直被韩国媒体咬着不放 但至今没有确切的资料 即使网友找到了疑似本人的照片 但也没有得到确认 关于林泰太,现阶段只知道她是台湾官泰太,拥有财富 曾与胜利流出亲密合照 常常出没于各大奢侈品牌的大秀 关于胜利的金主,似乎遍布世界各地 死前就有报道指渡王儿子和尤军的前女友 新加坡富家千金与胜利关系密切 不过报道刊登后 她出面否认事件,与胜利划清界限 另外,也有媒体指胜利收了越南富商一套豪宅 3月26日,再有一名破胎卷入胜利的事件 她就是娱乐大亨周超华,洗米华 的太太陈慧玲,人称洗米嫂 关于洗米嫂的故事,相信不用不说 很多人都了解 因为小三Mandy介入了她的婚姻 令到她与洗米华成为了娱乐版的常客 如今,冷战一年多之后,洗米华重回太太怀抱 然而,韩梅却在这个时候贴出洗米嫂跟胜利的合照 暗示两人似乎也有私交 这是陈慧玲与Big Bang成员的合照,包含GD,大声 太阳,POP都有各自的读照,甚至还有拍到对方用餐的画面 其中一中合照,陈慧玲甚至嘟嘴对着太阳 显示出双方关系相当好 不知道韩国媒体发布这些照片是何意 是想寻找胜利的金主 还是想证明胜利交友广阔 而洗米嫂与丈夫有过冷战期 她身为娱乐大亨夫人 不知道韩国媒体是不是怀疑洗米嫂与胜利之间有关系呢 其实洗米嫂与组合一起合照,可能是演出之后的交流 未必与胜利有关系,还没谈